你现在滑动的每一条资讯 其实都踩在5000多年的备份技术之上 是的,人类备份数据这件事 最早不是从电脑开始的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 一场横跨5000年的人类资料备份大战 故事要从最原始的怕忘记开始 我们一起来想象一下 假如你是5000多年前的苏美尔人 你打了场胜仗要让子子孙孙都记得 怎么办?写下来 但问题来了 当时可没有笔记本,更没有云端 于是,他们把重要的讯息 用楔形文字刻在粘土板上 没错,是那种真的可以拿去盖房子的黏土 好处是烧一烧之后 朝奈放放个几千年都没问题 坏处吗? 你试试看,每天带十几块砖头出门记录生活 说实话,那时候的随身笔记比哑铃还重 不过人类毕竟是怕忘记的动物 不管多麻烦,都要记录 再后来,古埃及人升级了 他们发现芦苇可以制作出一张张纸一样的东西 叫做沙草纸或纸草 写在上面轻很多,但容易破,容易褪色,也怕火 于是又过了几百年,中国人说 让我来,他们造出了纸 而且还搭配毛笔写起来超滑顺 也因为纸便宜又能量产,记录之时的成本终于降下来了 有了纸之后,很多国家开始大量抄书,编使书画地图 但还是有问题,只要地震水灾火灾来一下,几千卷书就没了 而且,复制一本书还是得靠人手一笔一划抄 效率很感人,但不高 直到大约西元1040年 中国的毕生就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但直到西元1440年 一个德国男人,古藤堡登场了 他改良并推广了这项技术,并结合印刷机 这一下全世界的知识 开始像印钞票一样批量生产 原本得花三个月抄完一本圣经 现在三天就印完五百本 人类知识第一次高速备份 但故事还没完 到了19世纪 人类又玩出新花样 诶,如果我不想用眼睛看 而是用耳朵听呢 于是出现了声音的备份 唱片 同一时间,视觉资料的备份也在发展 那就是底片和胶卷 它们用化学方式记录了瞬间的光影 再次后有了磁带录像带光碟 信息开始多元,也开始变得更难保存 你以为放在光碟里就安全了 有些便宜的光碟 不用几年就读不到啦 不过当可刻录光碟出现后 它让普通人第一次能以低成本进行个人大容量备份 而真正的资料备份革命其实还在后头 现在故事要正式进入数位时代了 这一切从一个黑盒子开始 1970年代 IBM发明了一种叫做硬盘的玩意 它长得像个金属便当盒 里面放的是一张会旋转的圆盘 信息就像磁铁一样被吸在上面 容量一开始只有减逼 这在今天可能连一张高清自拍都存不下 但在当时这已经是划时代的发明了 它不但可以存很多资料 还可以随时修改删除复制 说白了 这玩意就是早期的资料快递加记忆供电 当然在硬盘出现的同时 另一种更可靠更低廉的数字备份介质 磁带也一直陪伴着大型企业和机房 直到今天它依然是冷数据备份的主力军 接着到了1990年代 另一种更小更便宜的东西出现了 软碟 软碟floppy disk其实出现的更早 但到了1990年代 我们最常使用的3.5英寸软碟变得普及 那种正方形又软又薄的储存片容量是1.44兆 连一张PPT都不够用 于是后来又来了随身碟 容量翻倍速度更快 关键是插USB就能用 我们小时候去网咖打报告 一定要带随身碟 掉了就像掉钱包一样心碎 但再聪明的硬体也有极限 不信你问你家抽屉 里面是不是还有一堆坏掉的随身碟 读不了的光碟摔过的硬盘 所以重点来了 人类真正的备份大革命 是从网络时代开始的 当我们把资料传到网络服务器 让别人来帮你备份管理保存 这就是云端储存 你用的Google Drive iCloud Dropbox 甚至你发在IGFB上的照片 都在默默进行一次备份 从你自己保存 变成专业的人帮你保存 更妙的是他们还有异地备员 断电保护多层防火墙 简单来说就是超安全又省事 当然啦也不是没有代价 毕竟你把资料交给别人 隐私和信任就成了最大考验 但无论你用不用云端 你现在生活中的每一张照片 每一份报告每一封一秒 其实都已经成为这场跨越数千年的 人类记忆存续之战中的一环 而这个战争还在继续 你看未来的资料可能不是存在硬盘里 而是存在DNA理量子 未源里甚至存在你脑里 讲到这里你可能会笑 说又来了 这些科技人又要搞科幻 但想想看 如果五千多年前的人 听到我们今天能把图书馆塞进一张纸匣大小的芯片 他们一定也会说不可能啦 所以说人类之所以伟大 就是因为我们不断的在怕忘记 然后想尽办法让记忆留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